我給你 妳這是 臉皮夠厚 打趴的頭 你會大老婆 對 我的天啊 我以為直接 我會加爆耶 我看起來下面有真心 應該有一點點 有嗎 我就是 我只有 很歐咧 如果可以再讓你結婚一次 大A是 小A是 就是 可是你有一件事我也很不爽 完蛋了 什麼東西 就是有一天我就看新聞 然後就是國外的一個報紙 好像是英國的 既然自動刊登了賈靜雯 四十幾歲 可是卻長得像少女 然後不是你們公司發的稿 是那個英國的報紙 自己刊登這個新聞 妳這不爽什麼 我想說我跟你差不多大 為什麼不看我 這個為什麼是妳啊 那妳知道我們幾歲 是二十嘛 妳也不要這樣做效果 講真的啦 三十吧 三十出 三十出 那哪咧 講大一點 讓她 沒關係 妳就 Be Yourself 你覺得誰是姊姊 誰是妹妹 這種B是對的 對 誰 你不講話是不是 妳不講話是不是 妳不講話 誰是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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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她 mmm 妳幹嘛 妳幹嘛 開黃腔 什麼 我其實覺得從華燈出場開拍到現在 壓力都蠻大的 左邊的媒體 右邊 好 左邊 好 中間再一下 大家注意聽 如果真的搖 不要急著往外衝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找兼顧的三角點 但電影院比較困難 電影院我覺得這個防災的機制 大家要再重新的評估一下 好 來 揪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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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把這段錄下來嗎 我被麥克風噎沒了 但太偏遠 因為這個電影也是一個謀殺案 然後最近你在主演的華燈出場裡面 有很多人懷疑你是兇手 每個人都很值得懷疑 跟Lady Laga比較不一樣 對 好像老師說你兇手比例成分比較高 你有什麼想要對觀眾來解釋或是說呢 兇手的比例比較高 我相信蠻多人 都有不同的心理的答案 哇 這是新年第一次遇到大家耶 所以這個陣仗 我覺得我這個通告結束之後 後面可能要考慮一下 第三季之後你會變後 第三季之後你會變後 第三季 我們應該每個人都是主角吧 真的 那因為最後那句話出來 有沒有討論多意思 對 有些關鍵劇情 是是是 哇 我體驗出來 你們都是忠實的觀眾耶 講得好巨星迷離喔 今天為了品言而來的 哇 真的是 謝謝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這要怎麼回答呢 我覺得每一次編劇 都會放一些不一樣的小驚喜 在我們的劇情裡面 那相信在第三季的時候 也會有非常多很精彩的小驚喜 或大驚喜會出現 那這個問題就是 被問誰是從手們 被問到就壓力很大 我其實覺得從華燈出場開拍 到現在壓力都蠻大的 因為我們在拍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跟身邊的朋友 分享劇情啦 或者是一些內容 那想不到現在在宣傳的時候 也還是沒有辦法跟大家 分享劇情的內容 所以心情是真的壓力很大 但也只能這樣守口如瓶的 期待第三季的出現 不過第二季播出之後 我發覺大家看我的眼光 有點變得不太一樣了 第一季的時候 就很感動 大家都會帶著一種 憐憫的眼光看我 現在就是有一種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的眼光